全油管最快新闻,近日,长沙一位赵女士报警求助,称自己的离异前夫为了参加运动会,将五岁女儿锁在车内几个小时。 女儿表示被送早餐和手机并在车上玩耍。 当初离婚原因是前夫沉迷跑步导致家庭破裂。 记者联系到了前傅鹏先生,他声称陪伴女儿且只跑了1.5公里。 然而,赵女士认为无论时间多短,不能让女儿独自留在车中。 赵女士已报警并要求公安部门介入。 她表示这段婚姻因跑步开始,也因跑步结束,指责前夫成瘾,导致家庭破裂。 赵女士压力巨大,患上了重度抑郁症。 订阅新闻急速地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